前有卖150万熟入被举报三无产品 后有买80斤羊肉索赔7万 这些直接打假人打的是假还是自己的良心 前不久重庆的王女士通过自己的猫妈妈土特产店 卖了三份扣肉给买家邵某 邵某收到货后夸赞着肉好吃 于是以团购为理由又买了150份 原本以为这是一笔大胆子 没想到却是对方的钓鱼碰瓷 很快邵某以产品式三无产品为由 将买家举报并告上法庭 要求对方退款买肉的4500元 以及十倍的赔偿 此举迅速就引发了争议 4月23日甘肃的张先生也遭遇了职业打假人 有顾客在店里买了两斤牛羊肉 对方收到货后表示好吃 于是一丝性又购买了80斤牛羊肉 在收到7552.5元的欠款后 张先生就正常包装将肉寄了过去 没想到顾客突然选择退掉之前的两斤肉品 本以为这件事就过去了 没想到没过多久张先生突然被举报三无产品 顾客购买的那80斤牛羊肉要求张先生赔偿7万元 这一千一后两件事刷新了不少人的三观 最关键的就是打假人的动机到底是什么 是指甲买甲故意牟利吗 为何第一次买的时候不发生 第二次为何突然故意买大额商品 然后再通过十倍赔偿来要求索赔 关键是他们还言之凿凿的表示 自己是为了维护广大百姓的利益 这种行为到底是想高额牟利还是真的打假 只能说观众的眼睛是血亮的 对此人民日报的批评更是一人见血 对于视频安全 我国一直有着严格的管理 绝不姑息 但如果这些打假人钻法律的空子 谋取利益 将打假当成赚钱的工具 无疑是在玩火自焚 打多少假都是无用 对于这个事不少观众是非常愤怒的 一是作为一个正常人 你第一次买三份 明知道没有标签 第二次却大肆购买150份 这很明显是为了索赔而索赔 支假买假 这样的行为让广大观众难以接受 第二 柿子专挑软的捏 身为职业打假人 硬的不敢去碰 钱有多少直播带货卖假货 无人敢惹 反而去找辛苦赚钱的百姓打假 百姓不仅没赚钱 反而被故意索赔了几万 稍微没注意就让人给钻了空子 多少老百姓是这样辛苦赚钱的 打假人这样的行为 无疑引起了老百姓寒心 用这样的手段牟利 如果每个人都像是这种打假人一样 那以后的农产品大家谁还敢买 而且法律有对农产品和农副产品 是有一定的保护的 一边是公平和正义 一边是道德和法律 到底是良性打假 还是恶意谋利 想必观众心中都有意赶称 这样的人即使赢得了关心 但却输掉了人性和良心 是透露 网友不仅将店里的产品买空 而且还有不少网友联系 他要为他捐款 这一举动让他十分感动 但他最终拒绝了网友的捐款好意 并表示自己只是想要一个公平正义 而不是博取打假的同情 面对王女士的反击和网友的评论 打假人反而被打假了 打假人被打假了 指甲买甲所要赔偿 买150万扣入的打假人 反击王女士翻车 对于网上出现不利自己的舆论 少母先是声称自己被网爆了 同时强硬地表示 要诉讼到底 哪怕卖房买车打官司也不会妥协 会将钱捐给有需要帮助的人 而且他表示 王女士指责自己敲诈是在诽谤自己 自己要起诉她诽谤自己 就在双方相争之时 这个所谓的职业打假人却翻车了 她向法院提供的是虚假地址 而这个地址真实的业主 属于一位张女士空置的房子 张女士既没有租出去 也不认识少母 因为担心后续会出现麻烦 张女士表示希望少母成亲 否则将会考虑起诉少母 有网友猜测 少母是知道自己干了缺德事 为了避免别人找到她的地址 所以用虚假地址起诉 这样既可以赚钱又可以让别人顶雷 这样的行为无疑再次惹怒了网友 从指甲打假碰死索赔 到指甲造假让别人顶雷 一个连法律控制都敢钻的打假人 不得不说这是一个讽刺 而这样的行为自然也会引起争议 而且据调查 少母曾涉及多起纠纷 在2021年她就对多家小作坊副食品店进行了起诉 但因为多次拒捕出庭 被法院判定为自动撤诉 作为打假人 底线必须把握好 靠打假牟利 为了赚钱不择手段失去底线 自然也得不到观众的承认 目前少母的行为让她将面临两份起诉 一个是卖家王女士申诉 一个是业主张女士的起诉 如果这样少母将自食恶果 而这件事也为广大商家和农民提了个醒 把质量和食品安全放在首位 但同时也要谨防有心之人钻空子